1就做一個,2的話是新增一個page2 3是做一個second second裡面的東西 4的話就註冊 應該夠清楚了吧 以後的話看這個圖就知道 如何變出第二個 然後並且要註冊,新的頁面並且註冊 第二個就是Intense,我希望將來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比如說我原來按按鈕是計算 可是我現在按按鈕的話 就不是按這個按下去的話 不是在這邊計算,所以到時候這個要拿掉 所以到時候我們的需求是這個拿掉 然後按下它的時候 它是可能是計算完結果 再丟到下一個頁面的下一個那個把它丟過去 所以會有兩個需要,一個是怎麼樣切過去 第二個是連池也一起丟過去,這裡面會用到兩個類別 一個是Intense,Intense是切過去 另外要把資料帶過去是bundle 所以Intense加bundle 就可以把資料 切過去之後,順便把資料帶過去 我們先看一下,如果切頁 這個我想 前面有寫過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前面的範例裡面一個程式 其實就是這三行 所以你家聰明的同學是這樣 剛剛看到有同學 有切過來看 反正將來 這些都範本 說真的你要背起來 也不太需要 知道原理原則 以後自己可以打出來 當然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 把這個複製一下 它是建一個新的Intense 然後利用這個Intense SetClass 就是把主控權交出去 然後最後的話 再StartActivity 再把這個Intense放進來 所以有這三行 如果你背不起來的話 可以拿前面的來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放哪邊 才能追蹤 放的位置 第一個 開啟原來的Activity 它的那個事件的地方 本來是 這個地方 那請你把這個範圍 看先註解一下 不要刪掉 註解的話 就是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之後 按Ctrl加這個斜線 它就會把這個範圍 怎麼樣 把它註解掉 也就是說 你不要刪 刪的話到時候 等一下要用怎麼辦 所以 Ctrl加斜線 那就可以把它當註解 就是選了之後 OK 然後Enter一下 那程式寫在這裡 要做什麼呢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來 因為呢 我們需要切到那個什麼 這個second 不過剛剛我好像自拼錯了 應該是second 不是ord 所以我剛剛有把它改掉 按右鍵 重構 這邊有個重新命名 把名稱改一下 就second 那第一個 它會貼上之後 會出現幾個錯誤 第一個 它不認得這個intent 所以怎麼樣 賄賂就可以了 應該沒問題啦 反正這個應該 上面沒有賄賂 好 這個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主控權要從 這一個 切到 這一個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名稱 我之前是用這個 可是現在的名稱是什麼 現在名稱是這個 叫 main activity 所以把這個main activity 複製一下 然後呢 把它貼上 名稱 換一下 好 沒有錯了 OK 所以基本上 以後你只要知道規則啦 反正就是 改一下啦 OK 然後呢 這個時候 主控權就交出去了 然後呢 就可以打開了 OK save一下 好 基本上這樣寫好了 我們來串一下 你把它執行過 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 剛剛這個bmi結果 假如說你這個地方做沒有問題的話 他應該可以切 但是我資料還沒帶過 等一下再來處理資料部分 所以如果可以切的話 那當然資料也可以帶的過去 我們看一下 這個時候我什麼事都沒做了 按個計算 其實他只是切頁 可以切到下一個頁面去 Application 這什麼 Help stop 那表示說這個按下去 還有什麼地方 Let's second Intent 再來的話 其他是不是還有什麼地方 Intent 這個 這個 再來 Check一下就是那個 最重要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Application如果有註冊的話 應該可以切過去 不過有沒有什麼 Arrow 的錯誤 對 這邊有沒有 其實 因為我剛剛 名稱有改過了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你要切過來 你可以從那個原始檔裡面可以看到 他這邊好像有一個一個警告 他只是一個 他這個 就是在這邊會多一個這個 這個名稱改 那你也可以直接改這個名稱 不過保險起見 應該是把這個remove掉 然後再重新add一次 我覺得比較保險一點點 點選 上面這一個 然後一樣browse一下 如果說你名稱沒有錯的話 想應該這個應該還蠻穩定的 把它save一下 再重新怎麼樣 讓他run一下 印象中應該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子的話 按下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切頁到下一個了 那你 恭喜你 你又進入到第2階段 第3階段就是怎麼樣 可以直接就把那個資料帶過去了 沒問題 所以你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其實好像那個畫面 常常同學會問 老師為什麼 為什麼 應該是那個問題 不然的話這個東西 看起來很 其實他其實還蠻脆弱的 所以 只要小細節注意到就沒問題 畫面先還給我一下 那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說 如何 把 計算完的結果順便帶過去 那就有個bundle bundle 類別 這樣的話基本上以後你要切頁 反正要帶什麼 當然如果要帶圖的話 你就把圖的路徑告訴他 過去圖就可以出來 然後圖可以在另外一個頁面縮放 那這樣不是感覺更人性化一些 因為以前 在那個下方要能夠show 空間感覺太小了 所以如果你空間不夠的時候 尤其配合什麼list view 像前面我們有一個 全民音檢也是一樣 假如你 Orendilog太小了 那你要另外切頁的話 也可以利用一樣的方法 好嗎 我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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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